这只德木自从前几天被中亚牧羊犬打败之后 心情极度不爽 每天朝着中亚牧羊犬的方向大吼大叫 他一定是想找回面子,找回场子 他认为他自己才是猛犬基地中的霸主 今天咱们就满足他的愿望 让他PK中亚牧羊犬 另一位主角出场 这是一只160斤重的中亚牧羊犬 体型非常庞大,战斗力非常强悍 性格更是非常憨厚 你看,他又傻得满地打滚了 今天德木究竟能否战败他呢 一切都是未知之术 话不多说,咱们放德木出场 真是奇了个怪了 这只德木刚刚还凶猛无比 但是看到中亚牧羊犬在运动场 直接不敢进来了 你看你看又逃跑了 咱们给他抓回来 两只狗终于进入了运动场 开始了一场对抗比拼 德国牧羊犬不断地在退让 不断地退让 一直在运动场里绕圈转着 但是这只脾气火爆的中亚牧羊犬 不会放过他的 你看,他直接逼了上去 将德国牧羊犬逼向了墙角 一场大战即将爆发 中亚巴克步步紧逼 德国牧羊犬一直在摇尾起连 他仿佛已经在说 大哥,我服了,我服了 我刚刚大吼大叫 是我的不对 请你放过我吧 中亚巴克也非常有声势风度 让他走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